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几个常用的概率分布 它们是伯努力分布 二项分布 还有正态分布 什么是伯努力分布呢 伯努力分布是单个二值随机变量的一种分布 它由一个参数P控制 P就是随机变量等于1的概率 那什么叫二值随机变量呢 最经典的一种情况就是 这个变量它的取值不是零 就是一 那这是把这个抛硬币 这样一个生活中典型的场景给抽象化了 那我们前面在讲到抛硬币的时候呢 还做了一个假设 就是硬币是均匀的 也就是正面还有反面机会均等五五开 那么伯努力分布呢 则是把这个某一面向上 这样一个结果呢 抽象出来 形成了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P 那么二值随机变量 0 1 其中有P的概率呢 输出的是1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波诺利分布的性质给总结一下 他给出的一个概率质量函数 Px等于1 等于一个小P 那么Px等于0呢 自然就是1-P 因为要满足所有概率质量函数相加 等于1 我们有时候也把这个1-P写作Q 为了书写更简单一些 好 那么既然它是一个概率分布 我们肯定就先要考虑一下 这个分布是怎么样的一个性质 那最概括 最常用的两大性质就是 期望和方差 大家能不能求一下 波诺利分布的期望和方差呢 我们简单的思考一下 求期望 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对应的可能状态 还有它这个值相乘再相加就可以了 因为不是0就是1 二值化的随机变量 那么跟0对应的那一项呢 直接就忽略掉就好了 跟1相应的那个呢 1一相乘也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它的期望值就是P 波诺利参数就一个 就是这个P 也就是它的期望值 好 那么方差呢 方差是不是 我们之前也有一个公式 可以帮助我们求方差 就是E的X平方 减去EX再平方 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公式 那么X平方 其实是形成了一个新的随机变量 这个随机变量 我们在之前举一个性质的反例的时候 其实构造过 像伯努力分布来讲 如果把X变成X平方的话 会有几种结果呢 二值化的随机变量 自己乘自己 是不还是只有两种结果呀 还是只有两种结果 还是非0 即1 那么对应的这个期望值是多少呢 自己乘自己之后啊 这个期望其实没有变 还是原来是P 现在期望值仍然是P 那么期望值平方之后啊 就是P的平方 那么求出来结果 P减去P方 也可以减写作PQ 虽然写出来有两个字母 实际上真正有关的参数 就一个 那么伯努力分布啊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情况 在生活当中啊 或者在工程当中啊 我们更关注的是这样一个分布 叫做二项分布 二项分布可以表示一个什么事呢 当硬币正面向上的概率为P的时候 Po硬币N次啊 正面向上的次数 这个仍然是脱胎于Po硬币这个实验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二项分布 看作是N个伯努力分布叠加起来 把它记作BN NP 好 那么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啊 我抛了N次硬币之后啊 那么向上的次数 或者说得到1的次数 记作K 那这个概率是多少呢 比如说我抛10次硬币 按照期望值来讲 我应该得到5次 但实际上并不会这么规整 我们很有可能得到6次 7次啊 甚至一次2次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那么如果要精确的获得 每一个硬币向上次数啊 公式是这样的 P X等于K 它等于啊 CNK 如果这个CNK 你一时半会儿没有想起来 它是啥的话 我们下面再解释啊 后面有一个 P的K次方 和Q的N减K次方 那P的K次方 意思就是 出现了K次 概率为P的时间 那么剩下的这几次呢 就是N减K次 以Q 也就是1减P 概率出现的这个时间 那我们来 想象一下啊 比如 10次硬币里面 有5次向上 那它也有可能是啊 前5次向上 后5次向下 也可能是 后5次向上 或者是啊 13579 也可能24680 这一些不同的情况 它们各自出现的概率 是一样的 那我们通过 排列组合的方法 其实就是啊 数出啊 满足 若干次硬币向上的 这个次数 这个排列组合 得到的组合数呢 就是CNK 它等于一个分式 分子是N的阶层 N的阶层就是啊 2乘3乘4乘5乘6 一直乘到N 分母呢 是K的阶层 再乘上 N-K的阶层 那么 对于二项分布来讲 它的期望和方差 是什么呢 刚才单次的 伯努力分布 我们已经求出来了 期望是 P 方差是 PQ 那么我们现在说 二项分布 实际上就是 N次 伯努力分布的 叠加 而且这N次 伯努力分布 它们是相互独立的 好 那么 不管相不相互独立 求这个 期望值 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期望值 具有线性的性质 所以说 N次就是 NP 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在 求方差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 虽然这个公式 写出来 写得非常顺 但是后面 隐含着一个条件 就是 这 一二三四 一直到N次 这个分布呢 都是相互独立的 那么在相互独立的情况下 各个随机 变量的这个方差 可以写作 它们自己 这个方差之和 也就是N倍的 伯努力分布的方差 结果是 N P Q 那么 这几个性质呢 也是比较关键的 好 接下来啊 我们来看一个小问题 说一个枪手啊 对着目标 独立的射击了四次 注意这个独立射击啊 我们不考虑他 第一枪打中了 士气高昂 第一枪打空了 士气低落 会影响 前面影响后面 这种情况 虽然在现实当中 只是不可忽略的 每一次命中率啊 理论上是0.8 那么我们来求两个问题 一是 这四次独立射击里面 恰好命中两次的概率 以及 四次里面 至少命中一次的概率 虽然场景从抛硬币 换成了打枪 但是不是本质上完全一样啊 我们说四次里面 恰好命中两次 其实这就是一个 二项分布里面 x等于2 n等于4的一个情景 那么在四次里面 命中两次 我们可以通过排列组合的方法 搜索出 所有四中二的这个情况 比如前两次打中 后两次打中 13强 24强 14强 23强 对吧 这样得到的结果 就是一个 C42 等于六种情况 那么这六种情况的 每一种 他们自己独立发生的概率呢 又是 P K 乘以Q N-K 此方 写出来就是 P X等于2 等于C42 0.8的平方 乘以0.2的平方 等于 0.1536 那么至少命中一次的概率呢 至少命中一次 包含了很多情况 比如 命中一次 命中两次 命中三次 还有全部命中 如果我们 一个一个都去求完了 再加起来的话 这有点麻烦 虽然结果不会错 那么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呢 有啊 我们记得这个概率分布的一个基本性质 就是啊 所有的可能性相加 必须等于1 那么 结合排除法 我要求至少命中一次的概率 其实我只要求出 一次都没命中的概率 再用1一减 是不是就行了 那么一次都没有命中 这个事情发生的概率是多少呢 就是连续四次都打空 也就是啊 0.2的四次方 那么只要1减0.2的四次方 就得到了至少命中一次的概率 是0.9984 我们看 虽然单次命中率0.8也不算高 但是只要你次数积累上来 那至少命中一次的这个概率 是非常快 逼近于1的 前面呢 我们讲的这个波努力分布 和二项分布 都是离散型随机变量 接下来啊 我们来看一个连续型的随机变量 这个概率分布 在我们自然界 包括社会界 都是非常典型 非常常见的 它叫做正态分布 比如大自然里面 很多这个尺寸 或者数量 都满足这个分布 包括我们人 一个区域里面 人的这个身高 大致上满足正态分布 那么正态分布 可以有两个参数来控制 一是期望值 μ 另外就是 σ平方 它的方差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不同的参数 会带给我们 怎样的一个分布状态呢 我们先看中间最大的这个吧 正态分布的基本特征就是 对称 它们关于谁对称呢 不一定是关于 y轴对称啊 它们是关于 x等于μ 这条垂直的线 左右对称 那么μ如果变了的话呢 整个图形就会平移 会平移 那么对这个形状影响更大的呢 其实是方差 我们看 从这个蓝到红到黄 方差越来越大 它的形状呢 是由比较尖锐 到一个像中型 中表的中 然后再到非常的平缓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作为一个连续型的概率分布 它必须要满足这个面积 对吧 曲线之下的面积 等于1 那你这个方差分布的大了 就相当于把图形拉宽了 而你又要保持总面积不变的话 肯定这个上面这个尖 就被你给拽下来了 对吧 这是一种 我们说比较形象的一个认识 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还要能够定量的去计算它 首先我们看标准正态分布 什么叫标准呢 就是它的一些属性 比较规整 比如期望为0 方差为1 期望为0的正态分布 它就相对于 坐标Y轴对称 那么这个概率密度函数 写出来的话呢 是根号下2π分之1 乘以自然常数E的-2分之Z方 那这个可能乍一看公式有点复杂 我们关键是 记住这个正态分布它的一个大致公式的形 这个形是什么呢 前面一个常数 这个2π分之1 它其实是为了让整个积分为1 凑出来的一个常数 所以这个呢 大家就记得是个常数就行 核心是后面这部分 有一个自然常数 然后负的2分之Z方 这么一个形状 E的负变量的平方 这么一个形状 那么为什么我们特别关注这个正态分布呢 它有两个比较大的优势 一是理论价值很高 可以帮助我们简化各类计算 虽然这个公式看着好像有点烦人 但是你一旦在实战当中啊 记住了 或者去查一下 那其实就很简单 我们用这个正态分布啊 来模拟一些现实中的分布 其实是减少了我们的工作量 降低计算结果当中 数学表达时的复杂性 并且呢 应用价值也很高 有大量的结果啊 它真的是遵从正态分布 或至少是近似于遵从这个分布 我们说自然界呀 或者这些社会里面的这些真实的情况 它不可能严丝合缝啊 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的检验 大家普遍认可 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正态分布的模拟 刚才说的这个方差为1 期望值为0的呢 是最标准的一种正态分布 那我们之前也看到过 它可以有很多种的形式 那这就是一般的正态分布 我们记作啊 我们记作啊 x一个波浪号n mu sigma平方 就是说 x服从于 n就是normal distribution 其中呢 期望为mu 方差为sigma方 那怎么从标准的 得到一般的呢 我们可以应用一个函数变换的思想啊 你看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正态分布 我们可以先缩放 把它整个横向的呀 拉宽 sigma倍 然后呢 再平移 向着这个期望值这边去平移 平移之后呢 图像的这个面积是不变的 但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一般化的正态分布 如果把这个几何上的变化 用算式来表达一下的话 就是我们得到了新的概率位的函数x 等于原来的z乘以sigma 再加上mu 注意这个是先缩放再平移 写出来是这样 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先平移再缩放 会不会有什么区别 那么一般的正态分布 它的这个算式呢 显得好像稍微复杂一些 但是啊 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 看的是哪一部分啊 不要看前面这个常数部分 因为我们说了嘛 它就是为了凑这个面积 一凑出来的 关键看后面 自然常数的指数这一块 你看如果把这个平方里面的东西 单独看起来的话 x-mu再除以sigma x-mu除以sigma 这其实就是原来的那个z 对吧 只是我们把这个函数 里面这个变量给替换了一下 然后呢 为了保证 它是一个合格的概率密度函数 我们呢 再对它进行一些尺度的缩放 通过除以sigma 保证它的图像面积是1 那么这样得到的 一般化的正态分布 期望值是mu 方差是sigma平方 在实际应用当中啊 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性质 我们一般关注的呢 就是看 这个一个分布啊 它大概能够包含多少的样本 那么我们关注的 有这样几个预值 就是在期望值上下一倍的标准差 两倍的标准差 还有三倍的标准差之间 这个区间 我们看这幅图 红色这个区域呢 就是期望值前后各一个标准差的 这样一块区域 那么这一块面积 占总共面积的68.3% 那对于两倍和三倍标准差来讲 这个数字呢 迅速的逼近了1 我们可以说 只要服从这个正态分布的数据呢 它几乎全部落在三倍标准差以内 当然理论上来讲 这个横轴上 无穷远的地方 它的概率密度也不是零 只不过是趋近于零 极小极小 那这就是三种比较关键的分布 因为我们有人误会 准备什麼 看来 看来